1986年10月12日 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乘坐专机抵达北京 这也是历史上英国国家元首第一次绑华 绑华的日期也是女王精心挑选的 这一天正好是中国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 伊丽莎白女王特意挑选了一身燕红色的礼服 魏贤是英国君主的伊典牌场和豪华富有 女王这次来绑队伍庞大 一行总计约九百人 最新记者就有两百多名 并有皇家远航豪华酒艇大不列颠号和护卫界约克号搬家 二百人的戴着那个我们叫做狗熊兵的那种帽子 然后吹演奏 很棒很壮观 这是都是从英国带来的 她是进行的国事访问 而且首个英国女王访问中国 又是在香港问题顺利解决 签署了中英两个声明 这种形式下 开启了中英关系的这个友好发展的一个新的篇章 在检阅过一让队之后 女王的车队从机场穿过长安街 驶向钓鱼台过宾馆 18号楼刚刚经过大修 正以崭新的面貌迎接这位美丽尊贵的客人 18号楼中的四季厅是女王最喜欢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像田园似的 都是南方的一些大芭蕉树 还有呢鱼池底下铺的是绿颜色的那个地毯 就像是在那个草坪上一样 然后前边呢是落地式的全都是大玻璃 就在那坐着一下呢 就能看见外边那个湖面 伊丽莎白女王下塔钓鱼台18号楼后不久 便接到邀请 邓小平已经在钓鱼台养元斋设宴等候 养元斋位于钓鱼台国宾馆的最南端 他曾是清代皇帝的行宫 养元斋这三个字 就是乾隆皇帝亲笔踢写的 如今养元斋已经成为了我国领导人 举办重要万事活动的场所 这里也有小中南海之称 钓鱼台不宜静 养元斋就更不是一般人能够进入的了 能在这里被宴请 可以说是礼宾接待的最高规格了 小平同志很重要的一个 他是烟不离手 但是为了女王 他不抽烟 所以女王自己 哎呀 邓小平先生你现在可以抽烟 他还不抽 他都笑了 他自己笑了 知道女王这样的 对他很友好 养元斋还上了羊肉 这是当时的钓鱼台台长 宅台长他们精心策划的 但是呢 刚好你是人家的强项 不是我们的强项 对吧 他们的羊肉 在上完菜之后 开始一一介绍菜名和做法 其中一道菜的菜名引起了伊丽莎白女王浓厚的兴趣 说是这道菜啊 原名叫福寿拳 是由各种名菜合起来 围在一起的 以前呢 有几个秀菜 定了福寿拳 去野外 去餐 但是后来呢 他们发现啊 菜都冷了 就把所有的这些菜呢 放在一起用火微热 而这个时候 这个香味飘进了一旁的寺院 寺里的僧人经不住诱惑 都偷偷跳墙出寺 和秀才们共享美酒佳肴 那这样 福寿拳就改名为了佛跳墙 女王听了这个故事后 是满面笑容的说 太妙了 那我们要多吃一些 而让女王 没有想到的是 钓鱼台的大厨们 除了为她烹饰了 丰盛的中式大餐之外 还给她准备了一些 意外的惊喜 普通老百姓饭桌上的 家常便饭 在钓鱼台国宾馆 当然算不上什么美味佳肴 但在外宾眼里 却是别有一番风味 女王来的时候 钓鱼台的工作人员 就为她准备了特殊的早餐 比如讲什么豆包 包子 还有什么炸油条 但是形状都和老百姓那不一样 都特别精致 小小的 就是基本上两口吧 此后在北京的两天时间里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先后参观了北京各处的名胜古迹 而后又前往上海 广州和昆明 在昆明的大关公园内 女王还亲自种下了三株 由英国运来的玫瑰 而且竟年 菇sche 诃 金 clip 吏